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星期一 我們跟大家說外匯的時間 我是寶雲 今天會跟大家去看看不同的外匯 首先就看看美金 在上星期五公佈了勞動力的數據 其實上星期出了多份的勞動力數據 最關鍵當然是星期五的非農就業數據 新增的就業人數是20萬06千人 比市場預期的19萬多,算是略多一點 不過當中比較大的問題是失業率的問題 失業率上升到4.1 我們看到美國的失業率長期保持低位 3點多的狀態 比起它長期的失業率也算低 就算是4.1 也不可以說它是一個很高的失業率 但失業率高於市場預期 市場就認為勞動力的市場 終於有些冷卻的跡象 冷卻的跡象也是暗示 接下來的減息機會可能上升 因為我們都很多次這樣說過了 今年比較重要是看失業率的數據 決定什麼時候去進行減息 升到4.1 所以市場就期望 接下來就可以進一步 快點 叫做減息 我們也都看到了 上星期去到106之後 無力再上升到106.5 現在就回落 甚至穿105 這個都比較關鍵的位置 我們看到一段大的時間 都是在105以上 接下來進一步下調 就會去到104的位置 今個星期有重要數據公佈 星期四我們就會看到有通過的數據 到時CPI的數據也是相當關鍵 出完就業 失業率上升了 如果通脹進一步回落的話 可能聯儲局也會有些轉變 不過在星期四之前 我們看到星期三的話 聯儲局主席就會出來說話 可能給多些市場 有多些資訊 接著就會跟大家看看英鎊 英鎊我們看到了 升到上1.28 上星期跟大家說過 英鎊我們看升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工黨 上星期就是他們議會的選舉 工黨取得山林傾斜式的大勝 他們佔多數的席位 已經是過半以上 如果可以看一看圖 甚至我們會看到 紅色的戰爪代表什麼呢 原本是由保守黨的議席 轉為工黨的議席 相當誇張的 如果我看到地圖 看到大部分地區都是這樣 到底數字有多少呢 保守黨 沒有了248席 其中180席都去了工黨 工黨大勝的話 未來就不需要組合聯合政府 他們的執行新政策 就變得更加順暢 如果他們不是出一些 太出乎意料的一些政策 其實英鎊會陸續靠穩 穩定的政策就會導致英鎊繼續上揚 現在已經1.28席了 我們看看 如果再高一點 今年高位是1.31席 還有一些距離 首先第一浪 先上1.29席 這個星期也是 最主要是看美國的通脹數據 會影響它會不會將來繼續升值 但暫時來說 英鎊會繼續靠穩 因為就算英鎊銀行在8月份減息也好 聯儲局應該會在今年減息 所以息差上不會太大 這是暫時英鎊的利率 跟美金的利率一樣 所以未來的差別不是太大 英鎊也不會太差 這個星期值得關注 仍然是日圓 上星期日圓 沒有出現任何干預政策 有它繼續升 升到最高是接近162的水平 接近162的水平 其實已經是38年以來的低位 接下來日本政府會何時出手呢 外界都經常在估計 出手的話 最好是有利淡美金的因素 同時加上日本政府出去干預 效力才大 同樣 通脹數據 美國的進一步回落 就很適合 在那時出手 按照樣 如果未算出手的話 我們會先看回 160到162 上星期最低是160.2 接下來我們會繼續看 我們會繼續看 160以上 其實也會有支撐 暫時我們看到的阻力是162 這個會叫做大小阻力 始終是38年以來的低位 如果我們會看到 出現干預的話 繼續和上星期 一樣看法 至少會移動四格 甚至再低一點 所以也會看美國的通訊數據 會不會是低於市場的預期 然後 日本當局 很可能會出手 所以 日元 其實已經是一個比較低的位置 所以對比其他的貨幣 日元 就叫做相當 就是它叫做相當低的位置 去買它 直播率會比較高一點 今天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 同樣時間再見 如果想繼續看我的分享外匯的話 繼續給個like subscribe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så 到晚了 快點 按摩 我們下一個嗎? 按摩